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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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芮真坚强 一点都没哭 这是给乖孩子的奖励 谢谢叔叔 虽然你包招得很疼 但是 看在糖的份上 我却原谅你了 谢谢医生 没事 以后啊 再带孩子出去的时候 一定得注意 一定注意 我们一定注意 我看看 大夫孩子没事吧 孩子没事 具体的细则呢 我已经跟孩子的父母 都交代过了 你们出去聊吧 下一位 干爸 芮芮不疼了 孩子父母 不是 芮芮 跟干爸走 快 不是 你听我解释 误会 四海 我们改天再约吧 今天不好意思了 没照顾好芮芮 没事班长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没照顾好芮芮 嗯 你的那篇推文我会记得的 我先回去了 嗯 路上注意安全 好 还是说下次见 好 你做护照 你做护照 我 think 你应该 Messiah 是 坐 环境不错嘛 沈总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人资料 商务约和经济约都在我这里 您看看 对前男友还这么冷淡呢 我这刚一坐下屁股还没热呢 就跟我堂工作啊 这样吧 晚上一起吃个饭 就算弥补一下当初被你抛弃的 可怜人 是不是程总觉得 我手里的这份长期艺人代言合作 不止一顿饭呢 你可要知道啊 千万以后意味着什么 这是你们公司 一年的饮料 沈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过去的事嘛 咱们就不要再提了 这么多年了 在你的心里 还是弟弟第一位 只要弟弟不喜欢的人 你都可以选择分手 我就不明白了 这么多年了 你弟弟自己知道吗 我不需要他知道 这是我作为姐姐应该做的 弟弟真就比你一辈子的幸福还要重要吗 是 看不到他幸福 我是不会抛下他的 好 果然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成韵 和你合作 我放心 您看看 合同呢 细节方面还需要 再研究一下 这样 咱去喝杯咖啡 便喝别了 好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这么不自然 我不自然 你 你不正常 你们都不正常 瑞瑞还疼吗 还是你最乖了 不像某些人 说过错 我哪儿说话不算话了 合作公约 我跟你说了吗 我说了我约了他 约他去哪儿啊 逛公园 虽然公园是不是得一起吃个饭 吃完饭是不是得找个地方 喝杯酒续个旧啊 跟班长须个前缘 我懒得理你 程总可是真忙啊 从我们坐进来 你这个电话就没停过 追求者 差几短信 不知道沈总 对我们公司旗下的艺人 是不是感兴趣 感不感兴趣的 不都是一句话吗 尤其你知道 这么些年了 我 这么些年 沈总是不是还喜欢喝咖啡 您尝尝这儿的 看看合不合您口味 来 干 你也别装了 那个什么小鱼头江思涵 写的那个 月下姑娘的前世今生的故事 是你俩吧 还有你房间的那个玫瑰水晶球 就你不让我碰的那个 还有月下姑娘玫瑰味道 都跟江思涵有关系吧 你纯纯大情种 情根深重啊你 咱干儿子瑞瑞今天摔了 人家跟班长成双成对的去医院 你说 这小鱼头的暗恋对象回来了 随时有可能 死灰夫人 你 还没所作为 心太大了 不是兄弟 你真得做点什么 兄弟我 必须帮你这忙 谁也别拉我 我 一生一世一辈子 只爱成于一个人 但是 我李锦阳 毕竟也在情场上面 浮浮沉沉了这么多年 论追人 我稍微还是比你强点 是不是 半斤八两八 你说你俩都住一块 还没做点什么 兄弟 我就问你一件事 你敢先 你敢跟金银行交给你 好 跟金银行交给你 那个女孩 一年前情人 人家现在跟班长在医院 成双成对 酒没喝完呢 去哪儿啊 睡觉 你呀就适合单身一辈子 成沐 江思涵 成沐 李靖阳 完美 你回来了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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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酒了 一点点 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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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这次 我的豆腐初吻就这样没了 他就不醉了 我是清醒的呀 我想你了 这次是清醒的 那 那个 昨天我们俩 昨天我喝醉了 喝醉了 之前那个笔记本我想起来了 我交给白冰了 你可以去问问他 好 这 我 瑞瑞 你在这儿乖乖画画啊 小姨接个电话去 喂 妈 韩韩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我刚工作呢 没看到 韩韩 你这是在哪儿啊 你没在公司吗 我 我 我来老板家帮他拿文件 对了 韩韩 你最近给你姐打电话了吗 我给她打电话 她总是不接 没有啊 你找我姐干吗呀 我最近这心里总是慌慌的 总是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 我想跟你姐打个视频 我好想看看瑞瑞 行了 你好好工作吧 小双 怎么就你自己啊 承宇呢 沈总说要请程总吃饭 就让我先回来了 沈总 哪个沈总 就美达集团那个沈梦林 杨哥 玉姐对您可太好了吧 她想借着沈总这个项目 再往上推你一步 沈梦林 这名字怎么这么玩说 玉姐的前男友 沈总想通过这次合作 想跟玉姐复合 搞得玉姐挺舒服的 你知道他们现在的吃饭吗 知道啊 地址帮我手机上 好 这最近的生意 确实受到Sweet的影响 这客人也没以前多了 Sweet毕竟是流水线生产的蛋糕啊 这更新换代了速度 可真快啊 听说啊 为了克制咱们的招牌月下姑娘 还推出了一个什么 玫瑰甜品 有竞争是好事 咱们也加快一下 咱们自己 芯品研发的素质就是了 嗯 笔记本 我交给白冰了 冰啊 嗯 我那个笔记本 你看过吗 老大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怀疑我 我不是怀疑你 我只是需要确认一下 我只是需要确认一下 我承认 我之前是因为好奇看了眼笔记本 但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 我相信 那这个新品的事情 你还有跟其他人提起过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我就自己之前好奇 回家试了一试 然后做给了我女朋友 薇薇 来 尝尝我们店的新品 不吃 我在减肥 大晚上吃蛋糕 热量太高了 你吃一小口吧 天天就知道蛋糕 打一辈子供 什么时候买房子结婚啊 感觉一般般啊 果然 和我们老大还是差很远 这要是我们老大做的 肯定大受欢迎 这是成木的新品啊 那你再给我详细讲讲呗 好啊 我给你再拿一小口 你尝一下 好吃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次的配料 和以前完全不同 你看我今天准备了蓝莓 还有啊 老大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 调查清楚的 如果真的是薇薇做的 我一定会给你和店里 一个交代 好 张艺 为我们合作 干一杯 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 都是真话 你知道你拿回公司五年的合同 它是个什么概念吗 它的意义就是说 我们不光业务上能继续走下去 在生活上 我们还能 先走 您喝多了 我觉得咱们今天 就先到这儿吧 你站住 我去吧 我去吧 承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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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脸 承昭 我会对你好的 我知道 你的弟弟 非常重要 我会对他好的 就像我对你也好 我说到做到 好不好 石鹏林 石鹏林 你 好不好 不怎么样 我认识你 你不就是 承议推荐我的那个小网红 猫都没长齐 滚 我让你滚 你听到没有 我让你滚 立定 陈总 我承认自己的弟弟 我自己会找你 咱们俩的合作 到此为止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我 不该动手打他 那个家伙 连情绪都不如 但是他毕竟是你的 合作伙伴 我不该动手打他 对不起 我向你 走 走 对不起 好 像我 我 我就是想你了 今天就回來了 你今天怎麼睡我家呀 要不 我走 我走 不用 他走 你留下 這都幾點了還不回來 我問問呢 打不出提子 你怎麼回事你 什麼情況 怎麼回事啊 連家都回不去了 你欺負思涵了 我今晚能睡這兒嗎 思涵欺負你了 昨天晚上 我喝酒了 然後我把江傘給 給親了 好事啊 你終於想通了 那我接下來是不是該 開始安排見家長什麼的 你跟人家表白了嗎 哎呀 傻弟弟 一段戀愛 是要從 一束花 和一個正式的告白開始的 你切記啊 不要讓一段戀愛 莫名其妙地開始 否則 你也很容易莫名其妙地結束 還是說 你只是逗逗思涵啊 我沒有 你 你喝李景陽 你有感情問題 不找我這個感情專家諮詢 你大半夜的 跑到成鈺家裡 算怎麼回事 我還想問你呢 你大半夜在我姐家裡 是想幹什麼 大人的事你別管 我跟你說啊李景陽 我們家那些事你比誰都清楚 我不管我姐對你是什麼態度 但但凡你敢對我姐個三星而已 心圓一馬 您姐就是太要強了 這些年一直拼命努力工作賺錢 我就是想她輕鬆一點 不要那麼大壓力 至少在我這裡 她可以不懂事 我拿你當兄弟 你天天就想當我姐夫 說到姐夫 姐夫呢也關心下你 你跟你的小芋頭 也該有所行動了 這恐慌症又不是什麼絕症 你得儘快克服你心裡那一關呢 我有招數 你能有什麼招數啊 你很難聽了 我還大仲 是吧 她們是很少的 我問你答案 你答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躲着 要不问问大师 男生的想法 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大师 请教个问题 如果一个男生喝醉酒了 去问另外一个女孩 但是没有后续了 什么意思 肯定是喜欢女孩 那女孩喜欢男孩吗 喜欢女孩 不能吧 他每个举动 都不像是喜欢那个女生啊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举动 才是喜欢 首先 如果他喜欢这个女孩的话 应该每天不会摆着一张臭脸吧 起码要对那个女孩笑一笑 可能才是喜欢吧 我没笑吗 我没笑吗 你这是 是你 金城墨 你要是不微笑可以不笑 快吓人嘛 干嘛 你笑起来像个假人 还是说笑起来的还好看 对 瑞瑞啊 对怪干爸平时太忙了 没有时间陪你玩 也有个韩叔叔陪你玩呢 干爸也是很开心的 干爸 你是在说心里话吗 当然是心里话了 干爸平时对你不好吗 这叫父爱如山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觉得父爱和母爱有什么区别啊 父爱和母爱有什么区别啊 我问你个问题啊 不都说 父爱如山 母爱如水吗 差不多就这么个区别 那 如果非要让你做一个选择呢 妈妈 你 能给我烧钱笔吗 妈妈正在忙 等会儿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题 如果非要二选一的话 不管怎么选 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你明白吗 还有啊 以后这种话你就当着我的面说一说 瑞瑞在的时候不要停 他那么聪明 我怕他多想 确实 不幸的童年需要用医生来治 怎么不能给瑞瑞留下心理阴影 我上班去了 公司 我说 我爸 你就是 我刚才没给你 我帮你 这事 有事 是 你就帮我帮你 我再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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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真的是大神 肯定是喜欢你啊 但是 长迷 她喜欢我 怎么样 吃饱了没啊 走 出去玩 小四海 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本周签约账号数据汇总已经出来了 目前来看呢 会吃的小芋头互动不错 比起之前粉丝有所增长 现在已经达到四十五万了 但是之后呢 涨粉速度缓慢 较之前两周 是成一个下降的趋势 这部分的数据 你们可以给到小芋头 然后运营人员多盯一下 多催她的稿子 运营可以多给她提供一些思路 开辟新的专栏 对了 玉姐 李锦阳 陶曼曼 今天在拍摄一个服装品牌 结束之后一人能短暂地休息一段时间 后续呢 我们还会跟进新的品牌 可以给李锦阳多安排一些工作 玉姐 前两天有一个制片人想找锦阳哥拍电影 但是这个钱给得太少了 我就给推掉了 这样 你先把项目书和资料发给我看一下 把制片人的联系方式也推给我 好 这个也不错 你到底是哪个人 李锦阳 李锦 非常感谢您跟王总对我们这个后爱啊 谁让我们锦阳现在这么火了 您稍等 不好意思啊 姐啊 那一天我给你控转了 所以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啊 谢谢华姐 加油啊 太好了 李锦 谁要过生日啊 你吗 但我记得你生日好像不在这个月吧 我一个朋友 女性朋友 你喜欢的人 你有女朋友了 她叫什么呀 她是干什么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 我在我在 我是不是打扰你工作了啊 不打扰 不打扰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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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阳 我们沈阳老师刚刚通知我们说 今晚又要恒兰收工了 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那我没事了 搞什么呢 老大 你这是在做 什么精品呢 老大 这什么味的蛋糕 放这么多柠檬啊 我看 是爱情的酸味吧 哎呀 管它什么味道 我就想看老大赶紧打败甜甜 草皮圣 你们几个 很咸吗 呃 别醉皮了 赶紧打扫我的东西 嗯 好 哦 嗯 好 嗯 我 做什么好吃的 我做了你最爱的排骨汤 你尝尝 我尝尝 老大 客人都走了 我也让他们都下班了 你有事吗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你说 我想辞职 辞职 为什么 之前的新品同区泄露 确实是因为我 也影响了店里的生意 我 我实在是没有脸待下去了 都查清楚了啊 那个小号的主人确实是薇薇 他居然为了钱 把咱们同区的做法 卖给了Sweet 因为这件事 我跟他大吵了一架 也已经分手了 对不起啊 老大 冰啊 你是我第一个员工 也是我合伙人 也是我合伙人 素是咱们两个一起干起来的 我知道这家店 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咱们的经营理念 跟Sweet不一样 只要我们人还在 就永远有更新更好的甜品 所以这件事情 不用太自责 不用太自责 但我有个更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来做 你还需要跟另外一个人道歉 明白 我会亲自去和江小姐道歉 那 辞职的事 不批准 我最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所以这个酸甜的发售 全得靠你 还有啊 最近都给一行 安排一些采购的活 都给他发点红包 看上去手很紧的样子 老大 我要一辈子留在你身边 暴打你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酸甜已经成熟了 替我尝尝 好 有一种柠檬的酸味 但细细地品尝起来 又有点淡淡的甜味 正如其名 老大 这款甜品交给我就放心吧 思雨说嘛 要是没经历这些事情 我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灵感 别放在心上 好好干活吧 姜思汗 祝你你是个书女 思汗 嗯 之前笔记本的事情 我跟白冰聊了 是她不小心 告诉她女朋友 她女朋友泄露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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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你没关系 她会跟你道歉的 她会跟你道歉的 干爸 我吃完了 吃完了 吃完了 嗯 我来吧 你确定 嗯 不用了 你陪瑞玩吧 我来就好 小爷 你平时不是最讨厌洗碗吗 之前你还跟我说 要把碗 都给干爸洗呀 小爷 小爷什么时候这么说过了 你再说什么 小爷 你今天 怎么总是投影 你真是什么 啊 isa eh 你是 你别动 你这些衣服我来洗就好 不用了 还是我来 不是 你平时工作太辛苦了 还是我来帮你洗的 不不不 带孩子更辛苦 事业女生最辛苦 还是我来 我不累 我平时一点都不累 还是你比较累吧 行了 其实都是我来洗洗你用不惯 我怎么会用不惯呢 我死吧 不是 你不是 你先别动 你先别动 你让我先动好不好 小语 你在干什么 快 过来 过来 今天工作那么久 还不早点回去休息 还来公司见我 我工作效率高呗 一点也不累 这就说明 我们老板眼光好 签的员工不错 没见过你这么法尔赛的 我这哪是法尔赛啊 我这陈述事实 再说了 我要不接你 我能知道你在加班 要是累坏了怎么办 以后 只许我一个人 结约你回家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可以自由进出我家了 你是真忘了 我们制造的那些美好的回忆 是不是 没关系 今天晚上 我们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那我不回家了 你不回家 你去哪儿了 我去我弟弟家 那我也去 你跟屁虫 我这哪是跟屁虫啊 而且你这么晚去陈墓家 你觉得合适吗 小语的很久没更新了 我去催稿 你是真很新啊 不过 我好喜欢 好好开车 别闭嘴 别闭嘴 你轻点 他们来着干嘛 你别碰你 我来我来我来 你听听 你扔一下 不行 还是扔我来的 不行 行 你进去看看 开门 你别碰他 好不好 你别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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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瘦了 小语 你在干什么 快快快快快 你们进去 我们撤 不是 不是 姐 我这是 不 不过下回 稍微注意点影响 怎么看 回来 我看你 我去陪瑞瑞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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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老板 你好了没有啊 芮芮和小芋头呢 带她出去玩了 真是一家人啊 不过你说你这时间管理也挺厉害的 晚上有美人投怀送报 白天还有精力打拳 我是熬夜研制甜品好不好 过了多少天没锻炼了 你说到这个我也得下把劲啊 今年你这生日 我一定得好好操办 那你今年什么大做 反正啊 一定不能像去年那样大操大办 要是再那样 今年恐怕就 论了好多人意见 感觉都不靠谱 不过今年呢 我打造换个思路 欢迎给我提供意见 意见没有 蛋糕我照常提供 你的意见我还不惜得听呢 你呀 就适合一辈子单身 反正也没经验 有了 也论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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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下次光临 万剑 把那个筛子递我 老大 这酸甜卖得这么好 这么快就研发新品了 不像你的风格 这个不是新品 那我去 这次是 干什么 这个是 这就是 这个是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下班 我最近正好研发了一个新品 本来想说你到电影来尝尝 给我写篇文章 我看了 给斯韦特写得挺好的 那就好好忙斯韦特的事情吧 要是为房间睡 在这儿睡容易着凉 还不让我吃 是不得让我吃 这是我们老大让我给你上的新品 酸甜 好特别的名字呀 江小姐 上次是我误会你了 我没有搞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怀疑你 还给你造成了那么大的困扰 真是对不起 上次的事情呢 我确实是挺生气的 不过也能理解 你都是为了送好吗 真没事 给我讲讲呗 你们老大这次的新品 酸甜 还挺特殊的啊 有什么幕后故事啊 这你就要问我们老大了 还说不让我来电 还不是让人给我上新品 我闻到的味道 好特别啊 1分钟 小芋头 你看一下这两周的数据 对比之前降得有点多呀 再这样下去 可能公司就要取消你的保底工资了 要努力啦 完了完了完了 我奖金飞了 家子 努力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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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 酸甜好吃吗 好吃啊 很特别的酸味 还有一点点的甜 讲讲没 有什么幕后故事 没什么故事 怎么可能 你的每一款甜品背后都有故事 这是你们店的特色吧 这个就没有 说嘛 我还想写篇文章呢 你最近数据不是很好 就指望着这个 程大店长给我带带流量 怎么 是吗 酸甜那边数据不好 所以相信我来了 那酸甜跟你哪能比啊 所以肯定比酸甜重要多了 再说了 那 那么多人等着咱们的后续 是不是 咱们的后续 对啊 你可是拯救我数据的大功臣 你我 咱们 就是一家人 是吧 瑞水 你干爸跟你小姨 什么关系啊 一家人呀 我就说这同处一个五言下 她就不可能没事了 我也这么觉得 我觉得老大跟江小姐 肯定在一起了 老大这是 闷声干大事啊 你莫忘了 老大她 算了 算了 那既然是这样呢 我就 勉为其难地 给你讲解一下 我觉得爱情呢 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免不了要经历一些 酸甜苦辣 那酸甜呢 就是爱情当中的 一种心境 爱情 那你真是 吃醋了 那个 你 你吃完了赶紧带瑞瑞回去啊 别啊 你还没说完呢 我说完了 我是哪儿招惹你了 没有 没什么赶我走 我没有赶你走 你 就没有点 别的什么东西要说了 那行 我今天有同学聚会 我也没混带瑞瑞了 那就麻烦你待一下了 别喝酒 明明就是吃吃醋了 还嘴 好 好 工作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 足够重要的一边 连空气都自带甜蜜 我们情不自禁地 反复观察 研究每一处细节 只要发现一丝不对劲 某种情绪便会无限放大 留下的 是眉头一皱的微酸 就像鸡蛋和面粉融着糖 甜甜的法式小蛋糕中 却被柠檬的调皮 刺激得你一阵委屈 然而因为喜欢 你便容忍他在舌尖跳舞 如何成独一无二的酸甜 哈喽 你怎么在这儿 来接你下班啊 知道你这个点 没吃东西 走 上车 不 我在公司附近吃就行 一会儿还得回来 工作任何时候都可以做 我 还是你想说 正好在大厅狂重这下 帮你上车 你 走了 来 来 我开车很快 你要是累了的话 就在车上休息一会儿 你考虑过我做演员吗 为什么这么问 有个剧的制片人找到咱们公司 说想让你试试男二的角色 我刚刚去看了项目书还有剧本 觉得不是太适合你 不过这个事也让我思考了一下 演员这条路 会不会对你未来的发展更好 但这一切都得要建立在 你自己喜欢并且能接受的前提下 孙虎狼 还要为我考得这么多 不过 这一切的前提 是你 好好吃饭 好好休息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件事 走了 走 怎么得成这个样子 好 丑木 不好意思 我们打药了 我观察你好几天了 你高大帅气 温柔 善良 又有爱心 你还是送店的老板 可我简直是门当户 对天造地设的一对 那个 要不你做我男朋友吧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不是故意听见的 我只是怕你又要偷窃 就刚好看到你和老大在聊天 但是吧 这种场合又不是我能应付得了的 你听了多少了 全部 我发色 我一定跑灭 真的 姑奶奶 你就放过我吧 我只是听到一些不该听的 但是我真的不会说出去 你看 这店就要关了 要不走吧 闭上嘴 我现在心情不好 你必须得陪着我 等我心求好了再说 那你尝一下我们店的甜品 很好吃的 我不想吃 那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从前啊 有三条大侠 分别是鲤鱼鲫鱼草鱼 他们要去比武招亲 请问 请问 谁会入选成功 鲤鱼啊 鲤鱼啊 鲤鱼他快打挺 你看你看你看 你爸好笑啊 那我再跟你讲一个吧 从小我就有个梦想 那就是戴着墨镜 开着蓝博基尼的跑车 经过我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努力 我终于成功了一半 我有墨镜啦 你看笑了吧 还是有效果的 那我再跟你讲 以前啊 晚上的时候 天上有颗星星 孙涵来了 不好意思 孙涵来了 快坐坐 这么多好菜 今天是还有别的人吗 还有班长啊 我啊 班长啊 班 班长 这就就是他组的 特意让我叫你来吧 对啊 班长 来好了吗 你这得罚酒啊 走走走走到啊 这些菜 你喜欢吗 这句话我怎么听着呢 你怎么不让我们 喜不喜欢呀 上次你帮我推广索 魏特的文章 反响还挺好的 但约你你也不出来 没办法 只好走去约你了 不是 那都是举手之劳 你不用特地请我的 呦 班长 这咱们今天 原来是沾了思涵的光啊 你这可不能只关心他一个人 对啊 我们这么多老同学 你也得关心关心啊 班长多让关心大家了 吃菜吃菜 咱们是不是得走一个了 大家都这么久没见了 我们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走一个走一个 可不能掃现啊 必须得干了啊 别喝酒 思涵你怎么不喝啊 要不这杯酒 我替思涵喝了吧 班长 这第一杯酒 没有替得到你 没事啊 帮人替呀 你自己喝自己喝 我喝 来 来来来 来来 干杯干杯 好久不见 干杯 少喝点 算了 她都说我想多了 那我们能听话吗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黑夜没人知道 可缺了纷纷扰扰 人潮热闹 眼泪却不敢寂寞的逃跑 也怕我冷不高 让风不断的下我高 我为你而来 却被推开 我自己活该 我以为你是未来 却是一场意外 死心不开得太依赖 明明道理都明白 却放不开 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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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是我错过了你 我真的很后悔 当时我已经决定要出国留学了 我不想耽误你 所以我努力了一年后 又回到了你的身边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一个表达的机会 所以四海 你还喜欢我吗 喜欢 我喜欢你 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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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思涵喝多了 我给你一个地区 你来接他吧 你来接他吧 没事吧 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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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让他喝那么多 希望你好好照顾他 肯定比你照顾得好 走 回家 你 你也太任性了 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带我来这么远的地方 这破地方信号都这么不稳定 我已经跟公司的人说了 这段时间 他们不会打扰你的 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哪有当老板的 自己逼自己干 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 干杯 你开这么久的车 带我来这儿 就是为了让我来看这里的星星吗 三 二 一 请看 怎么孩子了 你搞什么鬼啊 我给你唱首歌吧 我本身比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语 祝你生日快乐 吹蜡烛吧 又不幼稚 一年就这么一次啊 丢 成语 做我们的朋友吧 刘星 刘星来了 我说了他一定会来的 不重要 不要做什么做什么 好好好背你 成语他喜欢我 谁说的 他自己跟我说的 这什么时候说的 我告诉你个咪咪 长梦 他就是甜甜的大人 他说他喜欢我 那 你喜欢他吗 别亲了 再撬掉一层皮了 我就是太喜欢你了 你终于接受我了 宝贝 宝贝 小心我抽你了 如果 抽我能让你接受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那个 我 我是个男人 我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放你走 我的意思是 你什么意思 你没有意思 你不去耍赖 昨天晚上你已经答应我了 做我女朋友 是不是该是早饭了 不是 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 早知道就听长梦的话不可求 我 孙田的文章写得不错 说出了甜品设计者的心声 橙梦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我呢 开的 性感的 高老大 这么多款 总有一款橙梦喜欢的 赵梦奥 江思涵 江思涵 你演技这么好 你不去当演员真的很可惜 我没什么觉得 你其实在梦游呢 奥特曼也这么觉得 是不是 三安 三安 你醒去了赶紧收拾收拾 热夜临时吃没了 我们去超市采购一下 Luna Luna就是打野的那个Luna 你经常玩王者吗 我有个朋友超级厉害 要不然我们加个微信一起开黑吧 爸爸 妈妈回来了 三安 可惜了 帅哥都是别人家的 超沫 你可真是万人迷啊 走 走了 走了 走 走 走 四汉 你是生气了吗 没有啊 我就是觉得吧 现在的女孩子都太勇敢了 我就没有当年那个勇气了 所以我就助顾什么 不会的 程沫 我送你一个礼物吧 像你们这种长得好看的人呢 出门在外太危险了 这个 党唐花神奇 送给你了 小爷 我也要 这给你 拿着 好 四汉 四汉 你有消息 瑞瑞 你慢点 四汉 瑞瑞这些日子麻烦你们了 嗯 志瑞快开学了 他一直在国内也不是办法 一周后有人来接瑞瑞 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小爷 你快点 你在干嘛 啊 发个沉默啊 好消息当然要人尽皆知啊 不行 这事必须保密 尤其是沉默 为什么 我不想让我弟觉得我抛下他 以前只要我一谈恋爱 沉默就会跟我生气 我不能先抛下他 沉默都已经是大人了 你作为姐姐 也没用过对他负责那么久吧 况且你现在的对象 是李景阳 我爱 别废话啊 你现在不过是在我的试用期 我随时都有可能跟你分手 这件事 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否则 立刻分手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没得商量 还是说 你想现在就分手 也行 我同意 那我们就好聚 我同意 好好好 幼稚 对了 我最近能去店里跟你学做甜品吗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我学这个 是不是我再不努力就要饿死了吗 我打算开拓一个新板块 教粉丝做甜品 但是我又不会 如果你有空的话 你要是没空就当我没说 可以啊 谢谢啊 那你在前面路口停一下吧 我还得去趟公司 我汇报一下店里最近的情况 酸甜发售以来 新老顾客都很喜欢 但咱们店里最热销的还是月下姑娘 不过月下是每日限量供应 对咱们店整体的销售额来看 不是很可观 所以我在想啊 咱们要不要取消每日限量供应 月下的那个玫瑰限量 是每天新鲜做的吗 如果要加大供应量呢 就意味着咱们得提前做好冰冻起来 口味会打着口 我觉得不是所有东西都是靠金钱衡量的 我们搜手要保证的是口碑 我希望每个顾客都能吃到最好最新鲜的 嗯 明白 那我再给大家同步一个好消息 自从新品发售 咱们店吸引了很多网红过来打卡 我们呢也终于又回归到了 城市热门打卡美食地第一的位置 终于回到属于我们的位置了 甜蜜 吃不认证着吗 明白 老盘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目前来看没有了 那这样 我知道最近呢咱们店的销售又起来了 顾客又多了 大家都很辛苦 今天下午呢咱们早点闭店 大家都早点休息 冰儿 安排一下 嗯 好 好 你说 这为啥呀 这老大突然给我们放假 我都不知道干嘛去 你傻呀你 给你放假还不好啊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是啊 感觉最近老大神神秘秘的 哎呀 肯定忙着追姜思涵的呗 等到时候老大脱单呀 店里的黄金单身汉 可就我一个了 你可真敢吹 你最近的账号数据 运营都给你了吧 嗯 有什么想法 说说吧 想法 我觉得 可能是因为我写的太少了 你最近的数据我也看了 这两天呢又有一些好转 不过这远远不够 美食博主很多 你要如何突出重围 这是一个问题 你看 你过去的内容 都是围绕着甜品背后的故事为主 而且更新的频次也都不固定 玉姐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 我做美食账号 内容五花八门 杂而不惊 所以呢 我最近约了陈墨 然后让他教我做甜品 以后就主供甜品这一块 很好 要是没什么别的事 你就先回去吧 好 对了 你最近跟我弟弟有什么进展吗 进展 我们还跟之前一样啊 我了解我弟弟 他这个人呢 就是不太会表达 但他对你和对其他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再多给他点时间 千万别放弃啊 嗯 嗯 我明白 谢谢玉姐 我走了啊 手机 哦 嘿嘿嘿 宝贝 我能不能提前过来 想你了 dawn 有 Chung 这个og� 也ですね 又找她被这个 是啊 你挞口去了 那个吧 一定很好看 我曾同机 来 没事吧 好帅啊 等一下 你刚刚救了我 我要报答你 不用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小子 居然这么帅 fools 行 天眼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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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 这也太可爱了 那你就吃掉可爱的她们 我的妈绝了绝了 你知道刚才 我在后面看到什么了 猜到了 老大在那教江思涵做泡芙呢 那场面跟拍画报一样 我看哪 泡芙都不用加糖 冬着活死人 大惊小怪的 你说老大这两天 让咱没事下班就赶紧走 是不是这俩人有甜蜜教学呀 你才知道 白哥说 让咱俩没啥事可以先撤了 他带瑞瑞玩去了 老蒋呢 走吧 火锅走起啊 你已经点了很多了 要不要留点给其他的客人 如果你是因为我们老大心里有人了 而为难我们 我劝你别在这浪费时间 简一航 你还不明白吗 我不喜欢长木了 那正好啊 我们老大也不喜欢你 我喜欢你 听 大猪 你喜欢我什么 我改还不行吗 手机 干嘛 拿来 坐好 干嘛 啊 啊 啊 女朋友 我没同意啊 麻烦帮我把这些打包 谢了啊 这个机智玩具就我玩玩好玩 简一航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现在是我男朋友了 我还没下班呢 帮我拎着吧 你看你一航叔叔啊 走啊 快点啊 快 韩香兰怎么在这儿啊 看上我们一航了呗 你别说 一航那小模样 确实吸引了不少美女顾客呢 她现在改专一航了 正所谓女追男隔层杀 我跟你说 这用不了多长时间 一航肯定就得沦陷 是吧 那个 我问你啊 但是如果这个男的 特别优秀的话 那这层杀还好痛破吧 四汉小姐 我跟你说 在我们老大眼里只有甜品 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女生 就能入她的眼的 那烘焙间 更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进入的 所以啊 你这根本就不用打 杀都已经披在你脑袋上了 瞎说 我希望 我们能够把上面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做一遍 恋爱必做的一百件事 嗯 我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吗 嗯 我想想啊 应该是来不及了 你已经上了 名为李锦阳的爱的贼船 跑不掉了 嗯 嗯 甜点之间的契合 如同世间情人的般配 相遇的刹那 空气中弥漫着面包的清香 和奶油的香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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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嘛 证明自己手机还不错 我已经证明了 否则 我怎么找到 这么优秀的女朋友 嗯 好了 不玩了 嗯 时间不早了 赶紧回家 请武必做的 一百件事 哎 不许挂啊 哎 我就不 你别闹 哎 你别闹 哎 我一会儿约了成沐 哎 不让我挂也可以 让我留下 哎 你别闹 哎 我还有惊喜给你啊 你就这么想我回家吗 承昱 这是我第一次 看见你这么开开心心 无忧无虑地笑 我不想你这么大压力 我希望今后的每一天 都能看见你 都能看见你 这样开心地笑 你收起来 好 好 姐 我看到楼下有个外卖 你这里面买了什么东西 我在楼下指引你带上来了 我点个 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哎 哎 没有 李景阳他今天过来 给我汇报工作啊 哎 顺手给我 带了点东西 哎 哦 我还有事要问您 来快快快 来来来 走走走走 哎 不是 你们都知道 哎 咱俩好 好久没见了 哎 哎 你跟那个 小鱼头 怎么还不跟人家表白呢 对对对啊 你不能光打雷不下雨 光计划不实施 你得有所行动啊 不然小鱼都跑了 嗯 我给你准备了香薰蜡烛 我香薰蜡烛干什么 你想啊 小情侣她晚上看个小电影 点上香薰蜡烛 那一泄就水到渠成了嘛 嗯 你叫我来就是 因为这个 嗯 嗯 那 我走了 好 香薰蜡烛还是 拿着拿着 拿着 哎 你汇报完工作没有 你汇报完跟我一起走 我还没汇报完呢 你赶紧回家 点辣子 嗯 好好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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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瑞瑞睡了吗 我刚把他哄睡着了 时候上早 不如我们看个电影 他点这么多蜡烛干什么 不会是想跟我告白吧 我是不是要做过去的 或者爱情片也可以 苏安 这个特别好看 花矮子军团 五只狮子 咱们两个坐在这儿 不会就是为了看动物吧 我 我不知道你喜欢看什么 你选一个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算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 你看 我 我 思晗 我 我 你不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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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做梦了是不是 小爷 梦梦在我家 家里没人 爸爸妈妈都不见了 芮芮 那都是梦 都是假的 醒来就好了 他们不要我了 对吗 爸爸妈妈怎么会不要芮芮呢 爸爸妈妈最爱的就是芮芮了 是这样的 因为芮芮放假了 小爷和干爸呢 都特别的想芮芮 妈妈就把你送过来陪我们了 你骗人 他们觉得我是雷坠 我是他们的雷坠 不是这样的 小爷跟你说啊 这个呢 就是一个梦 一个噩梦 我们醒来了什么都不是了 对不对 芮芮永远都是爸爸妈妈 最爱的小宝贝 雷坠 我们都是雷坠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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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炒就 你 到底 是 你 VR Å 用